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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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千金峰穿搭的标配 上衣的选择可不是随便选的简单款哦 无论是蕾丝 微透的面料还是领口的褶边 日系衣服的设计总是有它的小心机在里面 下身配一个收腰的散裙 对离型身材来说简直不要太友好 我说简直是蕾丝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说简直是蕾丝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说简直是蕾丝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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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跟我一起大声念 日系的秋庄就是针织针织针织 重要的话要说三遍 针织元素不是出现在连衣裙中 就一定会在上衣中体现 毕竟针织这种贴身的材质 非常显身材嘛 我很喜欢日系千金峰服装的一个原因 就是他们总在考虑如何扬长臂短 让大部分的人穿上都好看 这件针织的设计非常有特色 而且不用穿抹胸也完全OK Zither Harp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说 难道千金峰里就不会出现裤子了吗 回答当然是no 千金峰也非常适合通勤哦 一个简约又不简单的上衣 配上利落潇洒的阔腿裤 这不就是日剧 四子金庄律师中女演员们的打扮吗 优雅 直信 又大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搭配办法 Someday when my dreams come tru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到这里你对日系千金峰的穿搭风格 是不是有了更深的了解呢 千万不要觉得日系穿搭风格 只是日潮 Nuji 优衣库这种简约风格哦 这次我用到的所有日系单品加起来 都不到国内商场一件名牌衣服的价格哦 而这些单品都是原汁原味的日本品牌 都是在ZOZO这个APP上购入的 说到ZOZO这个APP 它是日本著名时尚购物网站ZOZOTOWN 在中国的唯一官方购物平台 商品价格都基本和日本ZOZOZOTOWN同步 大型促销活动也差不多是中日同期举行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日系品牌的买手店 里面集合了从服装到饰品 成人到儿童各种各样的日系品牌 在这里 你不仅能一站式构齐日本热销款式的服饰 还能在穿搭日系里的社区里 捕捉到日本时尚达人们 对穿搭的独特见解 汲取更多的穿搭灵感 然后你就会发现 他们虽然用着相似的单品 却根据自身个性的不同 搭配出了独特的气质 不必泯然众人 不必随波逐流 因为你就是最独一无二的那个 热爱你的与众不同 这同样也是ZOZO品牌的愿景 ZOZOZO